年度报告是公司上一年活动的综合报告 它旨在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有关公司活动和财务表现的资讯 年度报告的目的是向公司的利害关系人提供透明度和问责制 它记录了公司上一年的活动和财务表现 它还提供有关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资讯 年度报告通常包括以下资讯 1. 公司概况 本节提供公司概况 包括其历史、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2. 管理阶层讨论与分析 MDA 本节对公司上一年的绩效进行分析 它包括对公司营运、财务状况和营运结果的讨论 3. 财务报表 本节包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助 年度报告是公司上一年活动的综合报告 年度报告旨在向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有关公司活动和财务表现的资讯 它们可能被视为灰色文学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公司准备和揭露年度报告 并且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年度报告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也需要更频繁的报告 取决于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公司准备和揭露年度报告 并且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年度报告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也需要更频繁的报告 取决于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然而报告的频率因国家和证券交易所的不同而不同 年度报告是公司上一年活动的综合报告 年度报告旨在向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有关公司活动和财务表现的资讯 它们可能被视为灰色文学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公司准备和揭露年度报告 并且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年度报告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也需要更频繁的报告 取决于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